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连工业区土地都能够被拿出来炒作 就以新北市跟桃园县为例 一年来狂涨三到五成 央行找向了八家公股银行出来喝咖啡 并且祭出彭三条 要求银行来管制贷款 而这招能够奏效吗 逐记出的统计 今年前十月实质薪资比起十五年前还要更惨 动心的结果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波云建制的一天 或者只会持续恶化下去 台湾劳工薪资成长的动力到底在哪里呢 央行总裁彭怀南罕见的发表公开信 他说央行对于台币汇率没有为所欲为的能力跟自由 台币十二月来已经连续贬值 到底够不够呢 电子大厂合硕表示 如果能够续扁到31到32块是最好的 而对汇率的期待到底哪边才是企业的满足点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为您介绍是台大财经系教授沈中华老师你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为您介绍华南投顾董事长楚祥申 楚董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为您介绍南台财经系助理教授朱月中老师你好 主持人全部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就带你来关心房价的最新变化 其实这整个趋势还是持续的走深 不管政府动作再怎么大 但是最新的实价登陆出来了 我们看到的是指标性豪宅地宝 重新回到了第一豪宅的宝座 终于这一次的记录当中 看到了地宝的成交记录 那么最高的成交价呢 每平来到了298.2万元 这个数字已经逼近了彭总裁的300万元房线 连路地宝再度做回台湾最贵豪宅宝座 实价登陆首度揭露了19楼的两户 成交价每平近300万 再创新记录 出手买下最贵豪宅的是他 今年82岁从中国发迹 人称河南王的王任申 这个月呢 这个月做了200多万 200 群世自家百货 王任申一生传奇 早年随政府流亡到台湾 担任小学老师 之后接手学生家长经营的 椰蛋灯工厂 把快倒闭的公司变成全球最大 之后他回到老家河南 成立丹尼斯百货 曾经发生过大火烧死300人亿万 但最后还是逆境崛起 现在在大陆16家百货48家大卖场和152家超市 年营收185亿元 两年前回台湾办80大售 政商云集 但仔细看 连盛文小S夫妇都是地宝邻居 原本传出已经有三户地宝的他 有一天坐在大厅喝咖啡 遇到建商 红胜集团董事长林玉玲 随口问了一句地宝还有吗 林玉玲回答 有 他马上答应 那我买了 所以全部都是附线 再买三户 整个过程五分钟不到 比买菜速度还快 出手阔气 看上的是地宝绝佳地理位置 在关道的中心点 他连接总统府跟市政府中间 而且是在白米的宽的林玉大道 那三年来呢 目前实价登录是298.2万 那涨幅高达38.2% 看看地宝 2001年完工时美瓶才80万 2010年法拍206万 三年后首次实价揭露 则飙到了298万一瓶 创新记录 因为仁爱路这条关道 有镇商无法抗拒的魅力 更加推升房价 好我们看到台湾豪宅的美瓶单价 现在已经超过了298万 眼见就要突破 彭总裁的300万房线 事实上在市场上目前感觉起来 资金的确还是很多 那么就有行库主管表示 在台湾前11月 那么全部台湾的广义货币M2的年增率 那么持续的是在中线片上 显示在市场上钱是很多的 同时我们看到了 地宝现在的价格 都要来到一瓶快要到300万的价格 前证总也看到 钱多到可以让顶薪位加99%的贷款 去买地宝 这么多的讯息综整起来 就有行库主管认为 其实早就该收了 央行还是维持货币宽松的政策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正当性存在 我们首先要先请教一下沈老师 我们看到现在 今年GDP是保二没有保存 但是M2的年增率 确是两倍的在成长 这样子的对比之下来看 其实国内整个资金 的确是一个腐烂的状况 但现在央行 还是保持一个货币宽松的政策 跟这样子的趋势 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就是 你钱都流进到了房市 怎么打 好像价钱都压不下来 所以就有一种声音来质疑说 到底现在货币还应该持续的维持宽松吗 央行他要不要做宽松货币政策 最有名的就是说 他每一年年底就是12月现在 他会设定一个货币目标区 这个货币目标区是有两个因素决定 一个就是经济成长率 一个就是物价上涨率 可是大家要了解 他是往外往未来一年预测 你不能说过去 我们没有达到保二 所以我们就说货币攻击M2要减少 其实他是看未来一年 不管主计处说可能明年是3.2 或说今天保华说可能是2.85 他平均是3 那你再加上物价上涨率约1.5 所以加起来是4.5 然后再加减误差项约2.5 所以他大概还是跟今年的目标区一样 那么今天就回来另外一个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说 现在央行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希望他铸造成的货币宽松的环境 不要被有些人误用 不去好好做实质投资 然后去买房地产 这个才是他最痛心的地方 因为这个钱是给大家做投资 然后来聘更多的 不是炒房的 结果大家把这个资源误用了 我们政府当时大概做错了几件事 第一降低遗产税 然后没有鼓励大家把钱 多去做实质投资 就是鼓励台商回台 没有鼓励他多做实质投资 就是说你可以去买房地产 但是我要给你做一些 附加条件的要求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 今天我们也不会说 出现了一些台商 回来就是天天炒房 这个资源的勿用 造成正常想投资的一些 因实的商人 他反而他买不起了 真正想做投资的人 做直接投资的人 反而买不起房子 这个才是我想是彭总裁 他塑造宽松货币 心中的最大的一个痛这样子 所以这个彭总裁心中的痛 现在也有一个声音去质疑说 目前还有货币宽松的一个正当性吗 所以楚董你来看 其实就央行来说 能不能够出手来收一点钱 回来收油资 是不是央行应该要做的事情 或其实有人说他应该更早就开始左手这么做 其实基本上看房市标这么凶 我觉得大家在讲说 最主要还是钱太多 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状况 没有表现的预期这么好 大家事实上看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看外销接单 过去几年外销接单的年增率 大概就10%到20%之间 这两年大概只有一到两% 今年甚至可能是负的 比如说台湾的经济结构上出了一些问题 如果这时候你在利率来做个稍微的调高 你经济本来已经很脆弱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因素之下 我觉得央行对下来说 是一个很难的抉择 到底要把稍微这个利率拉高或资金收紧 事实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每一个国家的央行很重要 就是怎么样把经济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今天为什么美国要QE1到QE4 欧洲为什么要放那么多钱出来 日本也是一样就让经济好 但问题是钱出来之后 到底跑到哪个方向 他真的不知道 没有办法过来一直说 唯一我觉得就是通膨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通膨状况还好 通膨状况事实上你看我们的 Inflection部分 大概只有0.9%到1% 事实上我们定存一年期定存 还要到1.4%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央房可能暂时收 说把资金做得比较紧一点的机会不大 最多可能就是一些政策出来 让银行对不起 你这个钱如果留到房市的话 你要有一定的正当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只有做这个方面的控管 我个人还是觉得 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央行做任何动作 真的都要小心 就像大家现在提到M2的区间 可能往下调 这个状况之下当然合理 你的经济成长率大概只有2.7% 你这个M2相对比较高 往下调是OK 但如果市场一旦解读 你央行都看空整个经济体的话 这个麻烦就会比较大一点 我个人还是觉得啦 未来一段时间 央行的货币真的还是偏向比较宽松 除非看到了通膨 除非看到了一些国际大的一些变化 不然我觉得可能利率还是维持在低档 还是希望我们的经济景气能够很明显 实质上的一个复苏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的确现在看得出来 在房地产这一块景气 好像只有在这边感觉还比较好一点 例如说我们现在要发年中了对不对 我们就看到这新复发 今年说年中要发个10个月 听起来大家觉得好生羡慕 但另外一方面 看到的确就是房地产的价格一直在涨起来 是不是这中间也透露出一些政府的束手无策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日盛申跟台北市政府要去开发的 美和式的建案 当初可是让台北市政府损失了百亿元 现在知道说它原来是跟银行超待了四亿 买空卖空的方式 它中间可以获取暴力多达了160亿元 所以像朱老师你来看 有时候政府束手无策 就只能够让房价一直往上涨 因为现在感觉起来是一个小政府 对上的是一个大建商 而且烂头寸没有办法撑出我们的弱经济 只能够进到房地产市场 然后把房市炒得越来越高 虽然说这张盛和财政部长说台北市的房市 他认为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但目前感觉起来好像没有强弩之末的味道 反倒觉得说房价是不是还有可能继续再走 我想你知道看这个房价 我们如果用最高价的地保来看其实是不准的 我想比较客观点的数字是 之前营建主才公布的这个房价所得比 你看这个房价所得比其实也穿了好几年新高 再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当然一个就是房价持续了 要不然就是我们的所得涨太慢 当然实际上我们看到数字是不但所得没有涨 反而还倒退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你的房价涨了 你说政府你今天要去压制它 我觉得基本上是很困难的 怎么说呢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产业来说 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产业外移非常非常严重 唯一移不走的就是房地产业 我其他的所有制造业我通通都可以走 那你房地产是搬不走的 因为土地就在这里 而且也不可能进口 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政府 他其实不太敢去真的去打压这些 房地产营建业者 因为我营建业我如果打压其他的产业 那产业人家可以走 如果你今天这个产业再打压去 我台湾还剩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政府 以其一天到晚想要去打压房市 那当然过分炒作我们是 当然是不认同的 但是我会觉得更重要的 还是得回到振兴经济这一块来啦 要不然你说你要把房市打下来了 你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对经济有什么好处 你看不出来吗 而且你说今天台北市的房价多高 那问题是以全世界我们来看 所有国家的首都的房价一定是高的 我最近一个学生 好几年前毕业学生 他刚从越南回来 我就问他一下越南的状况 越南胡志明市的房价